113年度市长辈夏季长青歌唱锦标赛活动 21号上午在花莲县老人会盛大登场 将近有百位的长者齐聚一堂以歌会友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 为参赛的34名选手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活动来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老大人们换上华丽服饰手拿麦克风 自信的站上舞台 透过歌声重新找回过往的青春回忆 得名不得名我们都没有说很去在意 最主要就是给大家一同快乐这样子 因为一些老人很多没地方去参加这活动 很快乐他这个身体更健康 113年度市长辈夏季长青 隔场锦标赛 21号上午在花莲县老人会盛大登场 这次总共有34人报名参赛 近百人到场共享胜举 而花莲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 也在现场献唱一首舞台 要为自己即将卸任连续8年两任的理事长 画下完美句点 舞台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担任哪一个角色 我们都要给他做好 尤其是我们花莲县市公司魏市长 在我担任李市长期间历年来 都对我们老人家的照顾 非常感谢他 只有一句话感谢市长 市长魏家燕也到场 为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都能透过活动 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好朋友 邻居都来到我们老人会 那一同参与 不管是撞球 桌球 那甚至于是我们的歌唱 都希望大家都出来走一走动一动 那花莲县公司这边也会 全力的来支持我们花莲县老人会 老人会办理多用活动 会员们踊跃参与 展现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保持愉快心情 充实度过每一天 记者 徐立晴 花莲县市报导 在那儿这里的尾区 感谢观看